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美股在2018年开盘的第一天 今天和明天的股市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Senton Klaus Rally呢 就是看到明天为止 如果今天明天都还是保持涨幅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是意味着2018年的股市是不错 接着大家就要关注的是January的成绩 如果1月份的成绩好 What goes to January What goes to that year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毁煌灿烂的2017年的好成绩 还能够至少延续到2018年 到2018年的3月 美股就已经正式进入牛市的第9个年头了 今天我们有两位特别来宾 他们分别来自中文投资网 其中一位是Jason An 曾经上过我们的电视节目的Jason An Jason你好 你好 我们这里是矽谷 所以你跟我们矽谷的投资朋友们问候一下 祝大家新春新春愉快 第一次在电台做节目 也是祝大家2018年大发财源吧 太好了 非常贴切 一针见血 另外一位是Brand Dunn Brand你好 周深好 矽谷的电台朋友 大家家伍好 是的 我们上一次见面就是在11月份贵公司到矽谷湾区的Kron Plaza Hotel 在不同的city 一个是在Mupitas 另外一个是在Fast City 对于投资有兴趣的朋友都已经一睹你们两位的风采了 首先让我报告一下今天1月2号的美股行情 周二是收高的科技股再度零 纳指在历史上首次收在7000点的关口上方 另外标普500和纳什达克今天也都创了历史的最高点数 直至收盘到指上涨104.79 报24824.01 标普500指数上涨22.18 报2695.79 纳指上涨103.51 报706.9 哇 这个纳指7000点的关口啊 终于没有在2017年封关时达到 而在2018年开关的第一天就达到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Jason 好的今天呢我们看到1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大盘的话呢 把上周五尾盘30分钟的向下打压着整个的交易的重心呢 直接进行了一个翘空高开 然后迅速拉抬这么一种技术的走向 而且呢在盘中指数都创了一个盘中的一个高点 以相对的高点呢 都是以相对的高点收盘 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呢 18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标普为例呢 在30分钟图上 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向上的突破态势 把2680点到2692点的横向整理平台呢 进行一个向上的突破 所以呢 现在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我们继续的看高市场 在整个看高市场的过程当中呢 注意一些短块的分化过程 OK 那我听到了 所以现在短期的讯号都是继续向上 因为这个市场完全都没有显示出来 在各个点位有向下的这种情况 那您也提到了sector rotation 就是在股指间行业之间轮动 在去年我们可以回溯一下 去年的时候呢 看到科技股也是领涨的 最弱的三个sector 其中有一个是Telecommunication 一个是Energy 还有另外一个是Healthcare 有人说肋股轮动 要进入另外一年 可能要挑前一年最烂的这个sector 来作为我们守株待兔的一个标的物 您赞成这种说法吗 这种说法呢 可以可以这么表示或者理解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即便是科技股内部的话 也会有一些分化的过程 那么前期上涨的比较猛烈的 或者说位置上在历史上的高点 类似于苹果之类的股票 虽然大家非常看好 但是我觉得股价太高 我们的回报率呢 相对的就要缩水很多 那么在科技股内部的话呢 会有一些分化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川普总统在18年可能会在税改之后 大力的推行他的基建计划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基建类的钢铁类的板块 也有了一个不俗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18年呢 如果大家想稳定获利的话 在不用分辨这种行业内部分化的这种 更细微的这种过程的话呢 我觉得基建类的板块可能是一个普涨的一个行情 半导体呢 三百产护特 这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总体的估值还是相对较高 总体的估值还是相对较高 从我的投资风格上来说呢 我觉得我还是选择一种 在低位蛮扶很久 然后交易的确定性比较高的 这种板块和产品进行交易 这是我觉得在市场当中 能够带领大家 稳定获利的一个稳固的基石 一些好高的品种 我还是不建议 在没有技术指导的情况下 那么盲目的介入 我觉得安全系附稳定性比较差 Jason 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去年7月开始 中文投资网开始了 几位老师之间的做股票 公开就是给大家看怎么做 那么这个在中文投资网 如果有订阅的朋友呢 有一些朋友都已经看到了 并且有很多朋友都跟单 如果没有跟单的朋友呢 他们当然也有他们自己 谨慎小心的原因呢 那个时候不跟单 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好 这个是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呢 我听到你要讲的这个论述 好像你又是一个 不是投机分子 你又不是一个追高分子 而是价值的 你高科技今天超过了期间点 你在高科技股中间 如何找到价值股来 最当中的话呢 我们要寻找一些 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 符合这种 社会发展潮流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的话呢 虽然TESLA价位会比较高 但是呢 随后呢 GM这类的汽车公司呢 也会跟进 所以说呢 这一块的话呢 会有一些公司 有质地上的一个非越和发展 这个在咱们打一个比方 若干年前 我们每人一个手机 每人一部电脑 随程携带 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呢 在若干年以后 如果我们说 马路上都是自动驾驶汽车 这个是我们想象范围之内 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个板块当中 如果细分的话 有一些这个有技术壁垒的公司 可能会有一个质地的飞跃 好 这个是给了我们一个很 很含糊不清的大方向 因为我们现在 今天我已经重仓了 这方面的股票 今天呢 它的表现到今天涨了百分之七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VIP会员的一种负责吧 因为我们所有VIP会员都是付费 在我们平台上得到了第一手的我们今天的交易的这个信息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可能累计半年 我个人呢 可能达到280多的回报率吧 所以说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为我们那些付费的会员 不得一点 要不然他们听到会非常不高兴 我们花这么多钱 这些信息 所有的观众都免费都听到 是是是 我怎么挖啊 就看你怎么防守吧 那其实我们在访谈的这个阶段中间呢 我也欢迎Brent 你随时有任何的宝贵意见 都可以随时加入我们的访谈 跟大家报告一下 2017年标普500上涨19% 纳什达克上涨29.5% 道琼斯上涨24.72% 那如果你从去年7月一直到现在的成长是280% 那我不叫你股神 我也叫你股神第二了 那这个成绩 这个做炒股 对你来讲的压力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在这个市场当中 经营了20年 现在的话呢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呢 就是是不是能够喊出非常漂亮的单 然后让我们VIP的会员呢 能够第一时间能够达到一个短线获利的一种状态 这是我目前的这种压力 如果是我自己交易的话 我觉得可能压力会更小一些吧 明白 好 Brent那请你代表中文投资网来给我们介绍 你们引以为傲的VIP的会员 行 我首先呢 我先强调给他 刚才追尊老师说的 他对于生物科 这个科技板块 尤其是晶片力板块的一个看法 那我自己呢 其实每个人操作风格不一样 这三老师他是喜欢那种强力性 喜欢突破的股票 这也是我们在中文投资网VIP当中呢 有五位分析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这三老师就是这种 看到哪一个股票即将出现暴涨机会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杀入 抓取短时间之内的一个大幅度的拉升 那我呢 可能就会倾向于做一些波段性的交易 然后呢 问老师就是寻找一些价值性的公司 价值性的一个趋势 去做一个大幅度的提前埋伏 那科技类的股票呢 虽然是涨幅非常的高 但是呢 大家都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身处在这个 三后岁这边 都身处在西谷这边 自然知道 其实这些科技 还是作为一个纳斯达克的一个运动力 那我们还是继续的看涨 这个纳斯达克类的科技类的股票 这个晶片类的板块呢 还将成为今年2018年 趋势的一个笼统 大反掌晶片类的板块 一定离不开它的支持的 所以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这个 我和真老师稍微不同的意见 并且是不同的风格 对对对 不同的风格 决定我们选股的操作方向 是不一样的 其实Jayson老师说 他不太看好这个科技类的板块 他今天就是买了一个科技类的板块 买了一个这个纳斯达克的板块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怎么说和怎么赚钱 是两种风格 我们说到底 还是只要能赚到钱就好 刚才Jayson老师已经说过 他在7月5号的市盘呢 已经达到了 280%的这个盈利 你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我是40% 今天是45% 然后我们的 这也是超过大盘 沃伦的成绩怎样 沃伦老师是80% 哦 OK 哇 他也蛮了不起的 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呢 对 还有我们的孙老师也是今天是得到了4% 但是他加入我们的市盘时间比较短 是才加入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嗯嗯 好 所以说 对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呢 在这个每个人的操作风格 你喜欢短线 你喜欢长线 你喜欢很漫长的操作 我们各有各的风格 但是呢 我们的市盘收益率就是在告诉大家 呃 我们既然有能力赚钱的话 大家呢 只要来学习 只要好好的去学习 就一定可以 呃 也同样去赚钱 嗯 其实敢做股票啊 自己都有累积一定的知识 一定的经验 还有一些流动的资金 那么这三项都已经具备的时候 那这个知识还有经验 可以借助中文投资网的VIP的会员 那如何加入这个会员 到底要怎么买 刚才Jason说很贵 到底有多贵呢 其实也没有多贵 其实Jason老师 低口一说 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价格是负 而且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在规伍 大家在西股 还在乎钱吗 这个我们的这边的 越有钱的人越在乎钱 对 就我们上一次 在我们的这个规伍那边 做了一个很成功的讲座 在这次讲座上呢 大家其实 呃 并不是说在意你的会费是多少钱 而更在意的是 你们工作到底有没有能力赚钱 其实只要是赚钱的话 一张单就做下去了 可能你几年的贵妃都赚回来了 嗯 主要是一个 互通有物的一个信息平台 是打电话吗 是打电话来订阅VIP吗 对大家呢 可以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呢 复打18009588561 这个热线电话 我们随时都有专业带线 帮大家去接听 还可以呢 登录我们的官网 www.tineedfm.com 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方法 呃 也是大家呢 可以和我们公司CEO 沃沃王老师直接去沟通 加上的微信 沃沃王2017 这个可以直接和沃沃老师 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嗯 好 我们的节目到这个地方 先暂时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之后还有继续更精彩的访谈 就是包括比特币了 好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您厌倦了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吗 您想发财致富 但是还怕炒股亏钱吗 好消息 www.tineedfm.com的华尔街专家 Warren Wang 教您像巴菲特那样 长线致富 财务独立 改变人生 您知道吗 如果1997年 投资亚马逊股票 13800元 现在已经诈值1000万 没错 1000万 投资不是赌博 投资能让您致富 一个月100块就可以开始 想知道如何开始吗 请立刻向往www.tineedfm.com 我们就将送您一本价值 50元的投资圣经 如何发现下一个明星股 请拨打长期热线发财专线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回信号 Warren Wang 2016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月7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Hayward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资深理财顾问 Simon 2 赵世文介绍退休金转换 加送红利计划 在2018年一开始就让您知道 Mans Mitchell专业理财师沈荣 讲述在4月15号报税前 可以存放的几种退休金的利弊 以及对每个人的适合性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介绍几种大额贷款 对不同身份的贷款人都有解决之道 不要忘了在1月6号周六晚7点半 与您共度娱乐漫谈好时光 Fremont新章清真店奔山鲜 特别秘质新鲜正宗地道北方菜式 和各类面食 芝麻大饼 牛肉馅饼 秘质羊汤 水煮肥羊 川菜辣子鸡 红嫩羊肉 招牌牛肉 特色手工水饺肉包 真心出美味 真诚带顾客 饭菜有特色 味道很独特 体贴你的心 越吃越有味 奔山仙位于36456 Fremont布鲁瓦 定位电话510-320-5099 510-320-5099 蒸汽火锅 羊肉烤串 宵夜筹备中 敬请期待 KBS的法师六台 带您迎接美好的一天 周一至周五早上六至八 为您带来最及时的交通天气 社区市身边市生活资讯 及国内外新闻 一期静在KBS的晨早新闻 周一至周五早上六至八 请锁定KBS的法师六台 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十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十一年Morgan Broker经验 它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我们今天访问的两位嘉宾 他们是人现在在洛杉矶的中文投资网 里面的两位老师 第一位呢是Jason An 他从去年七月一直到现在 炒股上涨了百分之二百八十 这是真的 好 那另外一位呢是Brent Dunn 那他的炒股现在也是超过大盘 有上涨百分之四十 刚才我问了Warrant老师成绩如何 他们说Warrant的成绩是百分之八十 也相当不错啊 OK 其实我觉得做股票持续一段时间 能够上涨才见真功夫 有些人的是一单很好 其他不大好 然后静静的就不说话了 所以真正的功夫就要体现在 这种环境 又耐压 又把这个压力变成不是压力 可是自己的心态又保持到一种 在很舒适的一种态度 每单必中 这实在是不容易 OK 好 现在我们要来听听看比特币的行情了 Brent 您对于比特币了解甚深 给我们讲一讲 现在比特币进行到什么地步 行 我不是了解甚深 因为我最开始了解比特币的时候 要感谢Warrant老师 他每天在说比特币比特币 然后呢我也被他给洗脑了 现在我也开始专门的去研究 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最近几个交易日比特币的行情都是要停淡的 包括新年的第一天 虽然我们看到美股可能是上涨的 但是比特币因为它是24小时一直在交易的 所以到201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比特币其实是下跌的 直到今天盘中时期的时候呢 在美国市场这间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向上拉升 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华尔街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 他宣布呢自己是买了1500万到2000万价格的这个比特币 根据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盈利不断的翻倍呢 现在这个价值头寸呢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的这个规模 所以说呢受到这条消息的影响 今天比特币是直接的就蹦起来了 上涨超过10% 一下呢重新回到了15000点上方 所以近期的活动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比特币的这个走势今天给我们反映的现象就是 你一定不要做一个过度的频繁交易 因为他不知道在某一个时间段就会涨起来 一定是做这种长线的投资 那刚才呢上上一趴节目当中 今天老师跟大家说到的是寻找一些稳定的投资方式 我可以就是比较明确的告诉大家 在2018年的时候呢数字货币将是一个继续爆发的一年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数字货币的涨势一定会好过 这个美股大盘 所以呢如果你想选择安静稳稳当当的去赚每年20% 30%的回报 那美股可以帮到你中文投资网的YIP可以帮到你 但是呢如果你想赚超过50% 100%甚至三两倍的这种状态呢 2018年数字货币一定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OK好那我们在访问温文王的这个时间呢 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比特币的很多的另外从他的角度讲出来的知识 那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访问到严继琳博士 我相信你们二位对于投资顾问严继琳博士在华盛顿DC的也略有耳闻 他昨天呢也用了这个精算的方式啊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那比较吸引到我而不会忘记的 就是说用有限的2100万枚的比特币 用他们的精算的这种方法 这个价值啊在38000到19000之间都是不足为奇的 所以说一旦涨到28000像今天是15000嘛 如果有一天涨到了30000啦 也不要觉得说哦已经快要overvalue了 那么如果涨到了19万也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你把上和下切切头切脑的算一算的话 那再加上最近有很多其他的虚拟货币出来 那也有其他的可以选择 除了比特币之外 在其他的虚拟货币中间有哪一些是这个加密的 还算是比较严密一点 不大容易会被骇客所破解的呢 这个你有没有涉猎 Brent 是 其实啊在现在的这种数字货币的行情当中 大部分的货币 主持人经常会听到比特币又要应分差了 今天出一个比特币现金 明天出一个比特币黄金 那其实这些币的诞生 他们都是在去修复比特币自身的不足 比如说比特币它有一个算法 它生成一个币 一个计算时间的一个区块是10分钟 那这个时间就非常的长 所以呢大家就会愿意去修复这个功能 让比特币的这个计算时间可能变成两分钟 一分钟或者甚至是十几秒 这就是一个不断的修复 其实说下来的话 比特币现在本身的这些技能啊 算法啊可能还真的是不足 并不是这些货币里面最好的 比它好的货币呢 有很多很多 像VIPO吗 对甚至像VIPO 这个正是我想说的 上个周的时候 我们主持人您和我们的沃尔老师一起做了这个电台 还记得他当时跟大家提过一个币 是锐波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锐波币 当时呢锐波币我记得很清楚 12月26号这天 锐波币呢 我们就即便以那天最高的价格来看 是1.09 沃尔老师当时说 这个股票已经从底部几毛钱啊 涨到了一块多 那我们的目标呢 放到两块多 这个是沃尔老师当时的话 其实呢他讲完这个话 转过来还不到两个交易日 这已经比特币最高呢 已经达到了两块四毛八的价值 其实就是从沃尔老师讲话的当天起 已经过了一个周之内 他的这个仓位就翻倍了 最高呢达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的收益率 那即便我们不能说自己 有能力把这个股票卖得最高点的话 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当前的收盘价格 两块二毛一来算的话呢 仍是超过了百分之百的一个收利回报 所以说当时沃尔老师说 这个电台当中说 这个大家只要打电话 就给你送一个微波币 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打了电话进来 其实一个微波币非常便宜才一块钱 他们呢更多是想去来学习 到底去如何购买这些加密货币 到底什么是加密货币 因为他们的这个爱学习的精神 打过来电话之后呢 他们就抓紧的买入了这些这个微波币 在短短的一个周时间之内 就让自己的账户 最少最少你也能 接近将近这个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八十的一个回报 所以呢就是因为 他们的不等待多学习 才让自己去有一个大幅度的盈利 那所以呢我还是这样提醒一下大家 加密货币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们无法去判断短时间之内这个加密货币 比特币为首的这些数字货币 到底是涨还是跌 我们只能把握住一个大的方向 就像我们说的简单一句 刚才决三老师说 未来街上可能跑的都是无人驾驶 那么我们还要说一个 难道我们再去欧洲 再去俄罗斯 再去日本 还要去来回来追换他们的货币吗 还要拿着纸币到处走吗 我想应该是不会了 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他们一定会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通过最简单的支付方式去做的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呢 一定要有一个支付的这个超级货币的诞生去顺应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比特币它现在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所以说像瑞波币这个样子 像比特币这个样子 大家把握住一个趋势 好好去学习它的一个走势 所以不要去过多的去交易 长期的来看的话 你一定会赚大钱在2018年 好 Brand谢谢你的分享 那如果说对于比较保守的投资人来讲 比特币对他们来讲 到底综合一下有哪几个这个风险啊 我来把这个六个风险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这个事情总是有两面的 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 好 那它六大风险 其实第一个是还没有被远威 还没有被完全推广的支付的方式 就是没有very popular 还没有非常的广为应用 第二个风险是 有一些政府可能会限制它的使用 第三个风险是比特币的平台 可能被骇客入侵 那接着第四个平台是交易的风险 现在所有的交易比特币 以及其他虚拟货币的平台 不是有一些限制 就是不能够下限价单 那第五不法分子出售伪造的比特币 还有第六就是比特币并不像其他投资的标的物 比如说像钱存在银行 可以受到FDIC的风险的担保 那您对于这些风险您又有什么解释 或者有一些辩解 对主持人刚才说的这几个风险 它不是说潜在的风险 是确切实实市场当中都存在的风险 而且比如说国家禁止 中国就是一个禁止的国家 现在除了德国和日本大合度的接受比特币 没有哪个国家是接受比特币的 甚至反而说韩国还在不断的去禁止比特币 最新的这个新闻是禁止了未成年人交易 禁止了境外的人去交易 还有包括上个月的时候 韩国有一个交易所连续两次被攻击 这些都是比特币的问题 但是话说过来的话 正是因为比特币存在这样多那样多的问题 所以大家才需要去学习 这也是中文投资网存在的意义 中文投资网会帮大家 把你所有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通通都有方法去避免 比如说什么样的平台不会去被这个黑客攻击 或者说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家里钱包 去存放自己的比特币 那再比如说有一些比特币的交易平台交出的是非法币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币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到底是传交货币还是加密货币 这些都是我们在中文投资网的教育频道 比特币教育频道当中 学会大家去平安解惑的 从你买 从你了解比特币 到你如何去交易比特币 我们是有一套非常的流程的 当然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去多多学习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8009588561 然后或者是直接加沃润老师的微信 沃润网2007 然后呢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 你很满意的答案 让你在我们不说赚钱还是不赚钱 至少让你在投资比特币的时候 不会因为一些缺乏一些基础的知识而相当受骗 嗯是的 像国债啦股市啦 这个市场是核其巨大 我们要仔细的观察 2018年比特币这一个虚拟货币啊 这一个大的板块 到底从传统的市场吸了多少金 那么其实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 就是50以上比较成熟的人 本来自从在2009年比特币开始发行 到了2013年又红了一阵子 那个时候的价钱都还不高 那到现在2017年呢 这些成熟分子本来反对 本来抗拒的人 现在也都要要欲试 可是呢他就说 哦我从哪边开户呢 哦这个Coinbase.com啦 或者跟其他的网站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区别呢 啊有24小时交易 每一周7天都可以交易 到底我的风险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都是一些普遍的问题 中文投资网能够很中规中矩的 在这个板块上面提供research 还有提供教育的一个平台 我相信是对整个想要发财的人 不愿意失掉了这个大波浪的 上升的比特币 以及其他虚拟货币板块的人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大家可以打一八零零九五八八五六一 一八零零九五八八五六一 或者是加Warrin老师的微信号 Warrin Wang Warrin Wang Warrin Wang 2017 就可以获得这方面更多的知识了 好我们的节目呢 还剩下一点点 我们请Jason 就美股的方面 哎你上涨两百八 难道你不想要做一些比特币上涨 更多的percentage吗 Jason 我在比特币的这个问题上呢 我还是一直在观察比特币的技术图形 我现在在关注呢 它一万三千到一万六千之间的 这个整理平台 最终的方向去选择 然后呢 我才会选择是入场 还是继续观察 另外呢 因为比特币的交易平台呢 这个从下单到比特币 到你的钱包 可能还需要你用的时间 那么不像股票一秒钟就搞定了 所以呢 总体上来说呢 我如果进场的话 我可能会以JBTC 这个产品 JBTC 然后 对对对 以这个产品的话 为标的物 这样的话呢 跑道会比较长风 当时的话就能够成交 对 你比较放心 对对对 是的 好 这个是Jason的看法 那Jason您对于2018年的美股 有没有 有没有预期到有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下跌 比如说5%左右的下跌 可不可能发生在第一个quarter 或第二个quarter呢 我觉得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啊 17年的后半程可以说走得如口如荼 那么我们也知道没有只上涨不下跌的股这个市场 所以总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18年的上半年会有一次有规模的一个调整过程 这一点的话呢是基本上是比较确定的 只不过呢 这个调整的深度啊 是中期调整还是短期调整 那么还是要看基本面和经济的走向 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元的持续贬值 也是想促进这种美国制造商品的一个出口 也是想促进经济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是加上川普总统的税改 这是一个双刃剑 有一点剑斗偏锋的这种感觉吧 所以最终呢落实到股市上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市场和经济数据的一个表现 好 2018年已经到来 投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中文投资网的VIP的会员 请致电18009588561 18009588561 或者是加Warrant老师的微信号 Warrant王WANG2017 Warrant王2017 就可以得到这方面非常有帮助的讯息了 今天再度非常感谢Jason Jason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 还有Barrant非常感谢你对于比特币的介绍 感谢 好祝你们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谢谢 拜拜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收听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月7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650-918-9968 650-918-9968 GMCC专精大额贷款 计划多直接放款速度快 立即好 现退出大额贷款新项目 大学刚毕业 信用不满两年 F1有公卡 房价98万 5%投款 没有MI 外国人身份 也可以做大额贷款 GMCC万通贷款 湾区六家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讯联络 650-996-1982 996-1982 或电邮info atgmccloan.com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月7号 星期天下午 2点到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 Industrial Parkway West Hayward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 650-918-9968 可发短信 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假座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房屋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宏伟中医 自1993年 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 35家分诊所 25年来 受到广大患者的 一致好评 2007年 红伟妹妹红霞 来美成立了 位于San Jose的 红伟 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 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 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先年开始 德利昂地产 将为新老客户 举办由首席执行官 Michael Rebka 主讲税改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研讨会 系股最成功的 房地产经纪人 Candy Young 以及买家团队 也会在现场 为各位提供 最新的房市动态 1月6号礼拜六 5点到7点 请致电 650-543-8500 电子邮件 rsvp-dilyyoungvealty.com Oshman Family JCC PalaAuto 此讲座 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位嘉宾 她是理财顾问Sabrina Chen Sabrina 欢迎您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 周小姐你好 矽谷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Sabrina 有一个统计数字说 年满65岁以上的人群中 其中有70%的人 到了某一个程度呢 都可能会用上长期护理的需要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个未来对于长期护理 潜在的需要 真的不是一件 能够让大家忽视的事情 并且长期护理 在最近这段期间来 推出的产品呢 也越来越个性化人性化 因此我们今天请到Sabrina 来给我们更深一层的 来讲解长期护理 讲到长期护理啊 我有感而发 因为我正在亲身经历 两年之前 我爸爸突然中风了 那时候真的 我们整家人都很着急 然后他在医院里面 第二天就昏迷了 直到离去的时候 他没有醒过来 这一段时间都是我妈妈照顾他 因为我们不在身边 其实你知道 有些事情是很难的 一个75岁的老人家 照顾一个78岁 挺不容易的 后来我爸爸离去的时候 还相隔不到一年 我妈妈自己又中风了 所以现在我是来照顾我妈妈了 所以我这一段时间 我真的亲身经历到 长期护理的重要性 因为真的 费用是很高的 其实是如果没有预备的话 真的会影响家庭的运行 因为从我妈妈到护理人出来 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停止过 跟他去物理治疗和针灸 没有停止过 没有停止过 妈妈中风到现在多久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家庭是这样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所以我先生帮忙 只有我先生在家的时候 我出来工作 他做事我要在家里 要照顾我妈妈这样 所以说在家里面有一个中风 或者是其他重大疾病的家人 不只是金钱的花销 并且人的疲劳最大的是精神的压力 对 对 所以我有感而发 真的是 真的是 在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 自己都是难以预料 但是碰到了 也是非常的无奈 面对家庭 工作 经济 以及照顾病人等等 重重的压力 使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 所以未雨绸缪 是最正面的对策 Sabrina 我相信你一定同意我刚才所说的话 对 没错 真的有感而发 是 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长期护理的产品 又让我们面临到难以选择的这个囧境 耶 我都很同意 因为有很多事情 选择自信多是一个好事 但是首先要学习 认识哪种产品是很重要的事 然后要了解自己的需求是怎么样 嗯 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哪一种产品是适合自己的 但是 Sabrina 我也觉得 我们好像很难从 一位 Agent 这个地方了解到一个产品 它的全面化 因为有一些Agent 他真的只熟悉自己公司所代理的某一个产品 对 如果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很knowledgeable的财务管理人员 能够方方面面的都替我们解释清楚的话 也会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啊 对啊 他如果找到一个经验蛮丰富的Agent 的话 他可以帮助你挑选适合你的产品 但是主要你要自己明白你自己的需求的什么 然后 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那个Agent 才有一个方向给你去找到更好的产品 这样 所以这长期护理的产品在现在的市面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您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介绍长期护理的经过的变化的过程呢 对啊 因为通常呢 以前我们都是听了长期护理很多很熟悉 但是很多呢以前都是一种传统的长期护理 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客人 他在三年之前啊 在某一间大的公司里面买了一份传统的单一的长期护理 他的保费呢原来是900多块 但是现在刚刚三年了 然后他就收到保险公司给他涨价的通知 由原来的900多块增加到1200啊 哇 他才10万块的长期护理保险 哦 对啊 什么都没有的 我的客人就很生气 因为当时候他对这一份东西真的不了解 人家说好他就买了 现在才知道原来没有什么福利 只是一个单纯的长期护理保险 因为长期护理呢 就好像车保险一样 要终身交保费 没有交了他就不保 你交了几十年的保费 所以将来用不上的时候 他没有退款的 没有 Return of premium 没有Return of premium 所以这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很多人呢 经常听的都是这个传统的长期护理 嗯 OK 那我听到现在呢就了解了 如果买到一些长期护理的保险 他只有单一的福利 并且呢他可能在投保期间还会整保费 这个都是一些缺点 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增加开销的事情 对 那您现在提议的是哪一种的长期护理保险呢 啊 现在呢时代的变化好像手机一样 已经加了很多功能 保险公司呢也了解过market市场的需要 所以现在如果不能用上长期护理那怎么办呢 新推出了一种呢 带有人寿保险的长期护理 哦又有人寿保险就是有death benefit的功能 对 但是如果需要先用到长期护理保险 也可以拿来做理赔 对 哦双重保障 对 长期护理呢是100%的理赔啊 不是discount的 嗯 哎呦 因为有有一个问题是说 有很多人呢都听说过生前利益万全榜 对 那个产品是吗 是 很多人都说它里面是包括那个长期护理 嗯 其实不是的 嗯 它其中有一个vider 是一个长期的慢性质病 嗯 跟那个长期护理的概念是一模一样 嗯 但是理赔不同啊 嗯 它是有discount的理赔 哦 discount过的 对 生前理赔所有的产品 它是根据病情的程度 嗯 医生的report 嗯 保险公司会根据的病情 做一个discount的 给折扣一次性理赔 I see 就把那个人寿保险 嗯 的死亡理赔提前拿出来 哦 给你一个折扣 哦 提前一次性理赔给你 OK 那等到自己真的过生之后 死亡理赔 难道就没有了 没有了 哦 因为是生前嘛 就是生前 是 提前把death benefit先用了 啊 但是有折扣 嗯 又有discount的 以后又没有death benefit了 哇 谢谢你来给我们讲清楚 Sabrina的联络电话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Sabrina 我们知道长期护理的费用实在是很昂贵 因为长期护理的cost就是很贵了 那买长期护理不外乎是希望用的时候有足够的coverage 当然不希望理赔的时候被打折扣咯 对啊 因为长期护理真的好贵 所以我们先要挑选一件很适合自己的产品 长期护理也不是每一个人用得上的 万一用不上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希望可以有retail of premium 对 所以现在就是更合理化更灵活 现在有一种产品呢 它是跟着人寿保险结合在一起 啊哈 对 真的是 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啊 自己以前已经买了一个stand alone的长期护理保险 现在可以顺理成章 不要被打折扣的 用1035的方式转换到现在这种比较亲民的combine的一种policy吗 可以的 但是要看看以前的保险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有一些是可以转换的 有一些是不行的 嗯 好 那先讲到长期护理啊 那我想如果sabrina还有例子讲给我们听那是最好了 我们请sabrina告诉我们这种人寿保险和长期护理结合在一起的保险呢 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方式 好的 人寿保险呢 跟长期护理 你买多少人寿保险 那个长期护理就是多少 比如说你买50万的人寿保险 那长期护理就是50万 用上长期护理的时候就是50万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 禁断工商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不必担心sabrina chan为您设想周到 五合一生前利益保险计划 帮您减轻财务负担 如患癌症心脏病或中风 只要医生诊断就可以获得一次性的理赔 让您安心休养 令付储蓄功能7-8厘利息 让您退休无忧 预知详情请店保险顾问 Sabrina 415-602-0347 415-602-0347 宏伟中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红伟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 位于San Jose的红伟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408-436-8055 408-436-8055 先年开始德利昂地产将为新老客户 举办由首席执行官Michael Rebka 主讲税改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讨会 矽谷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 Ken Dillian以及买家团队 也会在现场为各位提供最新的房市动态 1月6号礼拜六五点到七点 请致电650-543-8500 电子邮件RSVP at Dillian Realty.com Oshman Family JCC Palo Alto 此讲座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您是否厌倦多年以来一成不变的工作 您是否想转换跑道 却烦恼找不到更合适的职业 FriendNet成立30年以来 已为无数人士成功创业 加入连锁加盟公司 连锁加盟资深顾问 Lee Ng 根据个人的条件、兴趣、资金、目标等等 为您挑选到最理想的连锁加盟公司 您想创业、掌握自己的命运、控制自己的时间 请速联络连锁加盟顾问 Lee Ng 650-660-7837 650-660-7837 昌星珠宝CH Premier隆重介绍 法国顶级珠宝品牌 保湿龙 标志性Keta四色金系列 灵感源自法国旺多姆广场 经典设计元素 设计独特 极具几何美感和现代风格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帕老头史坦福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熬正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国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普吉诺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Sabrina的联络电话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我们请Sabrina先告诉我们 这一种人寿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 结合在一起 在长期护理的理赔方面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的理赔方面呢 是这样的 它是根据人寿保险 你买多少人寿保险 它的用上长期护理的时候 就是多少的长期护理 比如说买了一个50万的人寿保险 比如说是买了一个50万的人寿保险 用上长期护理的时候 就是50万的长期护理 它会根据加州政府长期护理的规定 2% 就按照你的保额 比如刚才说的50万的人寿保险 2% 每一个月就是1万块 1万块保险公司 就寄给你了 对寄给你了 因为它这个计划 它理赔不是reimbursion的 它是intimity的 对 每个月它就准时按照多少 就是说不需要时报时销 不用 而是每个月就给你2% 50万 对 那一直给到50万用完 对 直到那个50万用完 然后它没有规范 因为钱都给你的嘛 它是主要是你可以用在 政府规定的长期护理的所有的 用完以后 万一自己面临死亡 怎么办呢 比如说50万的长期护理 你用了30万 只剩下20万的人寿保险 剩下的 全部理赔给你家人 好 当你用到长期护理的时候 那所有的费用是不用的 马上停止 wait for premium 不用交的了 其实这个是蛮一个很松动的 如果你时报时销的话 是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在里面 对啊 对啊 并且这笔钱是不需要付income tax的 不用 不用付income tax的 因为对自己来讲 并不是income 而是一个expense要花出去的 对 对 那另外一部分呢 如果有的人会考虑就是说 如果万一我用不到长期护理 我身体很好 那我怎么办 我想留一点钱给我的家里面 或者有需要的时候 我想拿一点钱出来用 有一个人寿保险 终身的人寿保险 他现在有一个蛮好的利息 有七至八厘的增长的利息 大家要注意哦 这个七至八厘跟银行的一厘来相比 是有七八倍之多 对啊 里面的cash value 有一个很好的利息增长的过程 比如说你有一批不用的钱 你放在银行 那现在银行的利息很低是吗 非常低 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钱买一个保险 有一个这么好的利息 会帮助你财富增长 有利息增长 钱滚钱的作用 因为这个人寿保险 它是一个index universal knife 它不会把直接的钱放进投资 虽然是用index 它是用什么方向 就用三个指数 有一个S&P 有一个欧洲的UNO的五数指数 还有一个恒生指数 香港的 香港的恒生指数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是参照一个指数 不是参与 这是不会把保费的本金 放在那个股票上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受市场下跌的影响 不会 所以风险很低 我会说这样 低风险 中回报 低风险 中回报 讲得非常中肯 好 这个就解释完了长期护理 如何运作的这一方面了 那另一部分就是终身的人寿保险了 那也有一些特点咯 我们想听听看 对 因为它有一个保底利息的保障 它的利息是有7厘以上的利息 是 因为它不是直接参与在那个股票 所以风险蛮低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保底利息的保障 保证不赔 第三个特点是 因为它是有人寿保险的base 所以任何时间呢 家里面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而用不到长期护理的话 它都有个人寿保障 你买50万 anytime都有50万个人寿保险的保障 做你家庭的后盾 哇 我明白了 就是等于这个个人买了一个50万的人寿保险 把闲置在银行的钱活用了 变成一个very smart的money了 对 又有了安心 同时又有了人寿保险的death benefit的保障 同时 当自己可能会用到长期护理的时候 又有足足的full amount coverage 来做长期护理的一个保障 还有免税的 然后拿回来用的钱是免税的 对 免税的 OK 那有没有例子可以给我们听呢 好我举个例子 一位35岁身体健康的妈妈 她有两个小孩子 买了一份50万的长期护理的人寿保险 因为她有闲多的钱 闲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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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决定呢 不要供这么多年 只用七年的时间 就还完 还完 然后每一年呢 她付大概是一万四千七 用七年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就不用供了 一万四千七 她等于只付了十万两千九百块啊 她就可以买到五十万的人寿保险加上长期护理保险 对 她是细化了她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因为她有小孩子嘛 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呢 她是有一个人寿的保障在里面 如果一旦用不上长期护理的时候 她还有一个人寿的保障 将来老的时候 她要用长期护理的时候 她有一个五十万的长期护理 然后因为她是人寿保险啊 会有一个时间和利率的增长 通过时间 人寿的death benefit都会增长的 death benefit也会增长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有储蓄的功能的 对 比如说她退休的时候 67岁通过了利息增长呢 她的现金户口里面啊 大概内积都有五十五万 当她退休的时候 有多少钱 五十五万 哦 还多了五万 对 哦 太好了 如果用这个五十五万的钱 她可以帮助自己的退休的生活 或者是家庭里面的所有开销 或者是自己去旅游也可以 啊 这么好 对 这份保险呢 因为她是有一个七至八厘的增长嘛 所以她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她还有一个保底的利息 所以是比较有稳定的回报这样 听起来这个产品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对啊 有三个功能 它是一个长期护理百分之一百的理赔 是 还有一个利息的增长 对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低风险 中回报的现金的回报在里面 对 我听到的唯一的 catch 就是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 因为万一到老了 中年了以后 也许这些长期的病症 会在侵袭的自己 要做体检 不见得能够拿到最优的这个保费 对 因为人寿保险是越年轻 越健康 保费越低 我还要补充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没有提到的 50万的如果用上的长期护理 它的保费是怎么样呢 这个计划人寿保险加一个长期护理 里面的长期护理的保费呢 比其他的会便宜很多 比如这个女士35岁 她买50万的长期护理保险 你知道她的保费有多少 她很便宜 130块每个月 因为她年轻身体健康 年轻 所以你看看 130块就买到50万的 人寿保险加长期护理 这蛮划算的 低的 低到匪夷所思 所以越年轻 越健康买 越便宜 对 并且有了这些保障 自己也不必担心 以后会给家人或者是小孩 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 对 她只是用七年的时间 每一年一万四千多 她的本金才 其实她的本金 自己付进去的只有10万里2900 哇 她就可以拿到50万的benefit 对 当她退休的时候 她的退休户口 可以增长到55万 哈哈哈 真的是 人一定要替自己打算 因为靠公司靠政府 都是不可靠的 对 对 那我们请Sabrina 来替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做一个总结 OK 人寿保险跟长期护理计划的总结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她因为是一个百分之百 理赔的长期护理 自己全部可以用得上 如果用不上的话 她还有一个人寿保险 她有一个七至八例增长利息 保底利息的保障 还有一个人寿保险的deaf benefit保障 其实有三个功能 三合一 三合一 对 非常感谢Sabrina 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介绍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预知详情 或者是看看自己应该要设计买 又有人寿保险 又有长期护理的benefit的话 请致电Sabrina欠 415-602-0347 415-602-0347 非常感谢Sabrina 谢谢 谢谢 今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不必担心Sabrina Chen为您设想周到 五合一生前利益保险计划 帮您减轻财务负担 如患癌症心脏病或中风 只要医生诊断 就可以获得一次性的理赔 让您安心休养 令付储蓄功能七至八例利息 让您退休无忧 预知详情 请致电保险顾问 Sabrina 415-602-0347 415-602-0347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天堂 商量创一座 中文字幕作成立 何文字幕作成立 可不知乎 情anov 无论 杨局 免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